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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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乎 如今不一是剑口 还是怪物 与我都比不上你来的主人 师兄 你才和我 都已不是当初的金儿和丽儿了 丽姐姐 这是我割舍不下的一刀伤 路漫长 心追逐他逃远方 可谁将生陷忘 自甘心 我情看不穿 空落泪被牵帮又无法释放 此奈何 转身注定是不得 愿不奢求原谅 皇上 王山河 四年七月转 清姑娘 你刚才说的话 本官一个字都不信 大人 清儿 清儿 清儿君君属实 敏夫人 清儿不服 不服 好啊 那本官今天就让你服 来人 在 送行 是 清儿冤枉了 敏夫人到 你们在做什么 敏夫人 您怎么来泳相了 中常侍大人 这永相属于秦宫范围之内 本宫可没有逃出秦宫啊 不是吗 是 你们 这是在虐待后宫的小宫人吗 这 来人哪 把清姑娘给我放下来 快 放下来 是 放下来 本官也是奉大王之命 调查丽夫人 出宫一案 调查 本宫倒觉得 更像是行囚吧 清姑娘嘴硬得很 本官也是被逼无奈 不得不 赵高 这事情 还蒙昧不明 你若不分青红皂白 就用此大行 倘若 丽夫人是受人挟持 又或是被人冤枉 待大王回宫之后 大人 就不怕大王怪罪 这 大王现在正在回宫的路上 这 您有美国 老公 不愿一位 如果 就此 有理想 我愿意 也不愿意 真是 不愿意 它也不愿意 它也不愿意 丽夫人 清儿 谢谢丽夫人想救 清儿 大王现在正在回宫的路上 如果丽夫人 一直下落不明 本宫实在担心 你还是要受苦的呀 丽夫人 清儿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夫人在哪儿啊 我 清儿 丽夫人 大师兄 这儿 消息怎么样了 听说 吕不韦引针自尽了 是真的吗 应该假不了 消息传得很快 洛阳那边 已经乱成一片了 说是怕到时候秦王反目 连坐降罪 很多人像逃难似的离开洛阳 吕不韦势大才多 各国又争着邀请他入巷 他为何要自寻死路呀 听洛阳来的人说 秦王像是给了他一书密令 要他自洗蜀地 那之后他被绝望自尽了 我在想 那毒酒 也许根本就是秦王所赐 秦王这个人刻薄寡恨 吕不韦再怎么好名夺利 毕竟为秦国全马一声 竟能说啥便啥 真是恋人痴寒 是啊 我也听说过 秦王对待敌人特别残忍 不分老弱妇孺都痛下毒手 师妹 你怎么了 你怎么都不说话呀 就我对嬴政的了解 他不是这样的人 虽说他对自己的身世和出身 感到非常无奈和痛苦 但吕不韦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 其实是赵后 与面首落矮私情所生之子 他们跟嬴政真的没有一起生活过 只是 嬴政从小就被赵太后和吕不韦摆过 滑阳祖太后更是一个富有心机之人 是 嬴政从小 身边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心待他 他也没有可以自己完全信任的人 看来 看来 在嬴政身边一年多 你别谁都了解他 师弟 师妹他只是陈属他宫中所见 外面世景流言那么多 势必会夸大其词 如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 吕不韦也回不到秦国了 这对六国的安定来说 未尝不是件好事呢 对吧 是我多言了 如若你们不想听我刚才说的 那边荡左什么都没听到吧 本来 大家都是好好出来吃顿饭的 这气氛被我给搅了 实在是对不住 没有 李姐姐你别多想了 你不是喜欢吃这儿的菜吗 多吃点 谢谢你啊 葛兰妹妹 你不是 附卫丽夫人寝宫的人是谁 属下在 去 把剑捡起来 属下 遵旨 你 你 你 拿给寡人做什么 寡人是要你用这把剑 自行了断 小人 小人 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啊 大王饶命啊 你要是在你洞上 寡人就杀你三千七族 你拿给寡人做什么 快点 大王 动手 吩咐下去 此人不但忽畏丽夫人不大 还敢当众违抗寡人的命令 将她的家人全部杀掉 退下去 来人 在 糟糕 你 微臣在 把剑捡起来 大王饶命啊 微臣自知其罪 但是微臣斗胆 为了丽夫人一事 微臣已带领工人 在后宫搜查 并日夜拷问这些剑兵 至今尚无任何线索 但今请大王一定相信微臣 微臣已是心急如焚 非腹俱焦 若臣死 能让碧夫人归来 臣 万死不辞 别废话 把剑捡起来 别废话 把剑捡起来 若是此时将她处死 恐怕更加难找到丽夫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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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